近期,一位83岁的大爷用背篓背着86岁老伴去赶集的视频火爆网络,感动了无数网友。 这对夫妇来自重庆中县桃花村,一辈子住在农村。 老爷爷名字叫陈学香,今年83岁。 2019年,老伴叶奶奶不小心摔伤,由于腿脚不方便,大半年没能出门。 老爷爷便决定用一个背篓作为座椅,背着老伴去赶集。 三十多度的高温下,孱弱的陈学香老人,步子迈得很小,但每一步都走得很稳定,因为他肩上坐着的是他最爱的人。 累的时候就把背篓靠在公路边的栏杆上歇一歇,肩上的老伴心疼地掏出手帕,为他擦去汗水。 就这样,老爷爷背着老奶奶,在这条蜿蜒曲折的山路行走了近一个小时,为这对幸福的贝勒夫妻点赞。